好 各位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早 今天我们来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24 十回相品 在这个十回相品里面来教导我们如何发起大愿行 回相的意思是转自己所修的六度万恨而去向三个目标 第一个 回向给一切众生 第二 回向给无上的菩提 第三 回向实际礼地 那在这个第24卷里面呢 我们有三个回向 菩萨摩赫萨不可思议大愿充满法界 普能救护一切众生 所谓修学 去来现在一切佛回向 那菩萨摩赫萨的回向总共有十种 第一 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回向 那至于到最后的入法界 无量回向 在这十种回向里面 我们一个一个来学习如何正确而且有效的回向 在第24卷 我们刚刚送到了三个回向 就是第二的不坏回向 第三 等一切诸佛回向 第四 至一切处回向 第二 不坏回向 所谓的不坏 是我们的善根不坏 是我们的信仰不坏 所以云合为菩萨摩赫萨不坏回向 菩萨摩赫萨对十种境界 有了不坏的信仰 这个信心呢 是不会被破坏的 那哪十种境界呢 第一 去来经诸如来所 得不坏性 第二 于诸菩萨乃至出发一念之心 求一切智 得不坏性 第三 对一切佛法得不坏性 第四 对一切的佛教得不坏性 乃至于到对一切众生也成就不坏性 一切白净法 就是清净的法 一切的戒法 得不坏性 一切菩萨回向道 得不坏性 一切菩萨法师 得不坏性 与一切佛自在神通 得不坏性 与一切的菩萨善巧方便行 得不坏性 那对于这十种对象 那对于这十种对象 有不坏性心时 我们对所有的诸佛菩萨以及一切众生 众诸善根 无量无边 那这个是菩萨摩赫萨的不坏善根 那菩萨摩赫萨以如是等善根功德 回向一切志 发起一个正确的愿 菩萨常愿 见到诸佛 清净善有 以诸菩萨同共止住 念一切志 心无战舍 受持佛教 请家守护 菩萨是这样子累积善根 成就善根 增长善根等等 有了这样子的善根之后呢 用这样子的善根所得到的果报 能够让自己的福德真胜 能够让自己的修行更纯粹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善根深厚 那他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他对于佛法身三宝 乃至于一切众生都有不坏的信仰 那有了这个不坏的信心 不坏的信念之后 他的善根真胜 他就可以更遇到善有 所以于念念中见无量佛 如其所应成事供样 所以菩萨怎么来的呢 是随着我们想供养的心 我们对佛法的信心 那我们就更容易遇到诸佛菩萨 乃至于贤圣深重 那见到了佛菩萨了之后呢 正是满我们的愿 所以以无量无边的宝物 来供养一切诸佛 所以菩萨摩赫萨以如是等 出供养据于无量节中 供养一切诸佛 乃至于如来灭度之后 供养所有的舍利 所以如是供养现在诸佛 乃至于灭度后的所有舍利 这是我们在不坏善根当中 希望能够尝遇诸佛 那我们现在在供养的华严经 就是佛陀的舍利 佛陀的舍利分成色身的舍利 以及法身的舍利 所以佛法继续流传 那必须呢 要有很多人的护持 我们现在发起百万的 华严的愿行 就是希望呢 能够成就大众供养的因缘 所以其诸供养于阿森其节 说不可尽 所有的发心 都是在诸佛互念之中而发心 那发了无上菩提心之后呢 虽然在生死当中 从来不改变我们的志愿 我们所求的一切志呢 这种心愿啊 从来没有退转过 那这个就是不坏回向 第三个等一切诸佛回向 什么叫做等一切诸佛回向 有人说我要回向给谁呀 这个菩萨摩赫赛这个地方呢 教导我们 我们不但要回向给我们自己 我们的亲友非亲友 甚至于呢 我们还要用这个无上的善根 回向诸佛 有人说 佛已经是功德圆满了 还需要我们回向吗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要回向给诸佛 菩萨摩赫赛获得如是安乐之时 父更发心回向诸佛 什么样子的回向 叫做回向诸佛呢 要发心 愿我经所众之善根 以此善根 令诸佛乐 转更真胜 众生欢喜 众生有善根 诸佛欢喜 那如果众生成佛 诸佛会更欢喜 所以回向给诸佛 是希望呢 我们自己内心的这尊佛 早日成佛 好 所以不只是要回向给诸佛 还要回向给我们的自信佛 菩萨摩赫萨以诸善根 回向佛以 还要回向给菩萨 我们现在在行菩萨道 很需要功德 为什么 当我们有了无上的智慧的功德呢 那我们未满的愿 速速圆满 为亲近者 领得亲近 所有的波罗蜜呢 就会能够圆满的实践 那菩萨摩赫萨以诸善根 回向给一切的菩萨 正在修行的大菩萨 接下来还要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回向给一切众生 让一切的众生的善根呢 能够赶快的速速的加入这个菩萨的团队 所以还没有得度的 我们都要回向给一切还未得度的众生 希望他们早日发菩提心 已经开始行菩萨道的呢 我们就把它列入菩萨的这个位置 我们也要回向给一切的菩萨 那至于还没有发菩提心 但是已经在修行的声闻 我们也要回向希望他们早日回小向大 所以这个菩萨的善根呢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可以这样 就是具足充满 什么人都会得到我们发心的回向 那我们会说送经啊 有这么大的功德吗 我们只是送一部经 而且有时候还在打瞌睡打妄想 那送这个经的功德这么大 那我们回向够用吗 那我们如果呢 了解了回向文的内容啊 我们就知道 我们回向的不是把业障回向给大众 是把我们的善根福的姻缘回向 所以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啊 就特别讲到 菩萨摩和沙在家宅中 与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要用什么心情 用什么心态呢 与妻子在一起啊 我们要用善方便画几卷属 希望呢 能够让卷属 不管是妻子 或者是自己的家人 乃至于自己的朋友 我们都希望呢 能够让他也能够一起加入 发菩提心的行列 所以这个地方呢 非常特别 他叫我们呢 住在一起啊 心不可以执着 什么叫执着 我们有执着就有要求 我们有执着就有看法 我们有执着就会产生冲突 我们有执着呢 我们住在家里啊 就跟在道场里面不一样 在道场都好亲近哦 都好恭敬哦 在家里面都好受逼迫哦 都好痛苦哦 都好烦恼哦 都好纠结哦 那这个表示呢 我们没有认清楚自己的任务 那我们现在的任务呢 就是以善方便 画己眷属 所以住在一起 心无所着 以本大悲 处于居家 以慈心故 谁顺妻子 如果家里面有人反对你学佛 你要把这一段拿给他看啊 告诉他说 我现在认真的学习如何以慈心而随顺大众 所以请大家呢 要证明 如果我没有足够的慈悲心 我在做任何的违逆的行为 那请向诸佛 那请向诸佛菩萨告状 所以这个是诸佛菩萨呢 非常的严格 他要求我们所有修行人 自己已经开始修行了 我们就要懂得自己在家的一种角色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在菩萨清静道当中呢 你就不会有障碍 那很多人 学佛 他会产生障碍 就是因为他没有听佛的 他在家呢 读经是一回事啊 到回到和尚经典呢 继续骂人 继续呢 做霸王 所以呢 这个就是自己产生障碍的一个原因 所以菩萨摩赫萨了 虽然在家 可是还是菩萨 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 没有忘记 自己是要成就一切志 那这个 我们的修行啊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真正的回向诸佛了 因为把自己当佛在做了 所谓 不管是穿衣 吃饭 走路 行住坐卧 睡觉 或者是 醒着 所有的一切出所有做呢 都从来没有舍离自己的大愿 那以这样子的愿力 在家呢 你一定可以 一路顺风 普色一切的善根 令其增长 回向诸佛 无上菩提 所以这个修行呢 实在是啊 就是我们 所有出家 在家 都应该要 谨记在心 所以既然学佛 我们就要跟佛 一样看齐 所以我今亦因 如彼诸佛 如是发心 这个就是第三 叫做等一切佛回向 那这个第三的等一切佛呢 其实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把我们自己拉到 跟佛一样的地位 那跟佛一样的地位 不是 我现在是佛了 你过来拜我 不是 那个叫做佛像 等一切佛呢 是要跟佛一样的深口意 让大众呢 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佛一样的欢喜 庄严 看到我们呢 看到我们呢就能够呢 知道佛法是不可思议的 看到我们呢就欢喜心 而喜欢来亲近学佛 觉得学佛真的是太好了 那这是第三个等一切佛回向 那这是第三个等一切佛回向 第四 那进一步呢 我们到了至一切处回向 什么叫做至一切处回向 所谓的至一切处 就是让我们的身心自在 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但是到底为什么要去哪里呢 什么样子叫做至一切处呢 那是不是一个环游世界的概念呢 是 所以此菩萨呢 修行一切诸善根的时候啊 发一个愿 愿以此善根功德之力 得至一切处 那至一切处是什么意思呢 的确就是 无处不至 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到 到哪里 所有有机缘的地方 一切有佛法的地方 有如来的地方 我们都要去 去那里做什么呢 第一个去供养 第二个去听闻佛法 第三去行菩萨道 所以谁能够至一切处呢 第一个 我发了至一切处 供养诸如来的心 这样子的人呢 这种供养人 他就可以到处去 供养诸佛菩萨 你去哪里 你都会遇到诸佛菩萨 第二个呢 有这个至一切处的智慧啊 你就可以现身千百亿 法身遍网 无有差别 平等 普入一切法界 如来藏身 不生 不灭 善巧方便 普现世间 所以你的至一切处呢 就可以成就你的千百亿化身 所以这个是至一切处的回向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啊 菩萨摩赫萨 有了这个发心了之后 就能够在一切诸如来所 以上庙的供养 来供养佛 那供养了佛的之后呢 用这样子的善根回向 我们听闻的佛法 学习佛的慈悲跟智慧 那希望呢 能够像佛一样 教化成就一切众生 具足受持一切佛法 所以如果是这样呢 那我们要到哪里去 受持一切佛法呢 既然有佛菩萨住席 在世界各地 那我们就要到世界各地去 扶持一切佛法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摩赫萨的 至一切处回向 所以我们诸佛弟子 即使有的很多人说 台湾是一个福地 在台湾到处都有寺庙 到处都有课程 在台湾呢 哎呀学佛的机会很多 像我们现在到非洲了 像我们现在到美洲了 哎呀美国人都不学佛 非洲人都没有人在学佛 那怎么办 那你就在那个地方呢 要去亲近当地的道场 你要知道啊 在没有佛法的地方 要弘扬佛法 是何等的困难 那我们现在既然有这个姻缘 到了那个国土 那么我们就要去护持佛法 那不是说师父很抱歉 我只要护持台湾的佛法 那我们在美国呢 我们就是边地 没有办法 所以呢其实啊 在这个第四个 至一切处回向呢 就是请所有的菩萨要出动 我们不管在哪里 我们都要发心 供养佛法 护持佛法 乃至于弘扬佛法 这个是至一切处回向的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呢 讲了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不坏回向 不坏我们对十种对象的信心 有了这个信心 我们就可以学习一切智 等一切诸佛回向 我们的这个一切智啊 要让自己述速成佛 我们要跟佛的身口意一致 所以要等同一切诸佛 要跟佛是一模一样 再来呢 我们要发心 护持任何一个处所的佛法 那发心的方式呢 有三种 第一个是供养 用我们的身口意供养 用我们的内财 外财来供养 第二个是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 让自己学习佛法 是最殊胜的供养 再来第三个呢 把自己捐出来 自己到处弘扬佛法 那这个就是最无上的供养 所以至一切处来护持佛法 希望所有的世间 到处都有佛的种子 到处都有菩提的树苗 到处都能够成就 无上的佛果 所以这是今天 三个回向的内容 希望大众呢 谨记在心 把这一卷拿来做实践 让今天 让你的家人感受到 嗯 这个人怎么跟以前 不太一样呢 以前从来不会称赞我 今天是不是有另有目的 竟然在称赞我了呢 以前呢 脸都臭臭的 今天竟然呢 一直都微笑 而且是蒙娜丽莎 神秘的微笑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如果呢 他们终于忍不住了 来问问题 你就把这一页翻开 你说我今天开悟了 佛菩萨教我呢 一定要在家里面 用慈悲心 无所拙的心 来方便射受度化众生 那么你今天就是 华言经 十回向品的实践者 今天的 开示支持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